等了那么久,NBA常规赛,今天终于到正式拉开序幕 而万宗期待的胡仁,逆主场迎来上季的西岸决赛球队穆朗的挑战 胡仁今年的主力阵容基本上都没什么变化 勉强来说,到之后选择多汤Connect回来算是补强 而他们另一样最大的改变无疑都是将人人得而珠之的打分削 换成新手教练J.J.Wedick 当胡仁决定签他回来的时候 大众普遍都不太看好他能够为胡仁带来什么改变 但他在贵前赛所展示出来的改变,都让人不禁期待 他能够将胡仁带到什么高度 而最后一个看点,当然就是立邦父子同场 当然,这个也是花生居多,对胡仁的实际影响不大 而木囊方面,在今年的休赛期都有着重大的改变 他们送走了队中培养多年的藏人Akete 换来Julius Randall和迪雲伸素 以及以更低的价钱逐签了告别 扩立了Antman未来的核心地位 而这一场的揭幕战都为这两支球队拉开序幕 大家好,欢迎收看装置的蓝球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胡仁对木狼的揭幕战 看看他们的休赛期操作的初步成效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这一场比赛的正宣阵容和上季的都一样 都是Delo, Austin Reef,白川女,立邦占士和AD 而木狼方面都差不多 都是Conney, Antman, Jayden McDaniels, Rudy Gobert 就知道Akete的位置由Rando頂上 在第一支的时候,Rudy Gobert 噴噴被AD拉到3分线外 由于木狼失去Akete之后,内线身高也不够 使胡仁在第一支大部分时间都压制住木狼 但胡仁的3分都依然非常差 但一支11-42中,使他们不但未能拉开被分 更在截尾被木狼反超1分 去到第二支,胡仁一后比阵容都作出贡献 打出了一波21-6的进攻高潮 作户人最多领先木狼19分 而跪前赛发挥出色的Dottenkin 亦连得5分作出贡献 而木狼之后都能够及时止血 用一波7-0的攻势追到13分进入下半场 而在第二支中剩4分钟的时候 立邦父子同时登场 NBA常规赛史上第一次的父子同场都终于出现 但Bonnie打了2分半钟后,就被人换到场休息 都没有太多的贡献 就只是成功丢了一粒炸弹给老爸 全赛伊赛领终得到0分1个男板 正负值都是-5 相信父子同场完之后 他都很快会回到GD开始他正式的比赛 而去到第三节,双方都陷入拉脚战 AD在这一节都背起球队 单只得到13分5个男板一个封阻 三节打完,胡仁都282-74领先木狼 去到最下一节,木狼都一直尝试反破 更一度追到4分 幸好,胡仁都能够稳住局面 没有再重复上年经常斧头蛇尾的错误 成功在出场,以110-103击败木狼 立邦占士全场出场34分中 15射7中 3分3射1中 得到16分5个男板 4个左攻2封阻成绩 而AD则出场37分中 23射11中 3分3射1中 得到36分16个男板 4个左攻1个偷波3封阻成绩 以及木狼身援Judice Randall 和迪雲伸素 以及球队的适配性 从归战畅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 JJ Redick的战术数量都相当高 无论从攻防体系 还是人缘调度方面 都可以看得出 他不像一个身受教练的感觉 甚至短短的几场比赛中 都可以看到JJ Redick有绝比 对于Darfuntham更强的执教能力 相对于上个赛季 战术跑位都流畅了很多 JJ Redick都为球队设计了很多 无球跑动战术 而且不同于Darfuntham 跑完一次战术不行 就只挡挡和单打 JJ Redick的无球战术 都有更多的延伸 Pan A不行 还有Pan B C D 他这样的做法 无疑都减少了球员乱来的情况 让球员都可以知道 战术失败之后 都有什么可以做 都不用一言不合 就是单打和挡挡 这种做法对于减少立邦持球 以及掩饰Oustine Reef空场不强的弱点 都有莫大的好处 要引到Ball Movement更流畅 防守者更难触摸 而相信这场揭幕战的焦点 都是在于立邦扶子同场 单周个人而言 更高兴的是终于能看到 胡云终于可以认真正正地 扩立AD成为核心 以为很多时候 胡云的教练都会声称 会怀要AD作为球队的核心 但很多时候 最后他都会成为了 球队的高级蓝领 只是充当着 掩护者 去得分 更是让他去决策 去决定 球队的去向 这点也是过去 胡云的AD很少见到的 除此之外 JJ Reddick的调度 都是值得一赞的 今场他们面对状态火热的Antman JJ Reddick都能够适时 运用区域联防 以及夹击 去对付Antman 让球队缺乏优质外围防守者的缺陷 都得以掩饰 而且 即使球队只有两个内线 JJ Reddick都能够确保 球队在大部分时间 都有位长人在场 甚至能够将双塔放上场 而且 JJ Reddick的无球战术 都是相当有利Jackson Hayes 作为掩护者 他都可以靠着射手 带走防守者 而得到更多的轻松得分机会 而这场比赛 其实胡云的3分 都是十分之差 他们总共30射 只有5中 这样的3分面重率都能够压押木郎 都可见胡云的新赛轨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而木郎方面 他们在剑获战里面 都可以看得出 Randal仍然未能融入球队的体系 他虽然都有一定的个人能力 但他和Antman的兼容性都成疑 他们都喜欢持球 在两边翼位单打 同时都需要球队队友 迈开空间 而Randal的中距离 相较起来都较不稳定 加上射程又远不及Cat 在球队的进攻空间都变得制逼 都令到极度需要空间的Antman 进攻效率和威胁都大打折扣 更令他被迫出手大量不合理的3分球 而且Randal防守端的新高问题 都令他不能够像Cat一样互宽 都使球队 当Woodle Gobeck被拉出去的时候 造成男体真空的局面 而迪环伸数方面 虽然他今场的命中都一般 但他打落都显然是教Randal更容易融入球队的体系 手工的问题相信都很快会调整到过来 而他们真正的问题显然都欠缺组织者 他们的主控Mike Conney都已经37岁 之后近年后辈的组织风扇Karl Anderson都没有了 加上Antman都是倾向于分位的打法 都令到木囊没有人可以组织 使他们的进攻都变得杂烈无将 引致木囊如果之后都不能够让Randal融入到正选 他们都有需要考虑将他放到后备 换了Last Ritz 上来拉好空间 专心靠Antman的得分来带动球队 让Randal打大六人的角色 身外乎将他交易走 换来一位能够组织的后卫 或者都会是木囊接下来的方向 今天就说到这里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记得给like 订阅支持 喜欢的superfan支持我都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